妈 元宵节为啥不叫汤圆节呢 元宵和汤圆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问你爸去 妈 你跟我说一下呗 两个圆的含义不同 元宵的圆啥含义 有开始含义 那汤圆的圆呢 团圆的意思 那元宵就不要汤圆了 也想汤圆呀 那为啥元宵节不叫汤圆节呢 汤圆节不好听 为啥汤圆节不好听呢 他把汤圆泡汤了 汤圆为啥会泡汤呢 因为元宵节不放假 元宵节为啥不放假 因为不是周末 那过年是周末吗 不是周末 那过年为啥会放假呀 春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 那正月十五呢 正月十五元宵节 元宵节为啥会吃汤圆 汤圆真好吃 那元宵呢 这么好吃 那平时为啥不吃元宵呢 因为不是元宵节 那平时为啥会吃汤圆呢 汤圆啥时候都能吃 那元宵节为啥还要吃汤圆 元宵节把汤圆当元宵吃了 那元宵节为啥不叫汤圆节 吃茶 儿子 吃炸碗子过 只要你开进口 妈妈立马就去给你做 妈你就去做吧 金针菇洗净切碎 胡萝卜香菜分别切碎 放进盆里 然后再打上一个鸡蛋 加入13箱 生抽 蚝油 盐 鸡精 再加一大勺普通的面粉 用力的搅拌均匀 起锅烧油 一定要小火慢炸 炸至金黄色 捞出控油 哎呦你妈 这是我第一次 咋了 真长得磕成点 可好吃的 真的老好吃 你尝下来 好吃 吃 妈 你敢不敢挑战 面无表情吃柠檬 我要是能做到的话 请大家给我个双鸡 波米咋味道 三块钱一个 五块钱俩 七块钱三个 两块钱一个卖不卖 重都重不来 起开 你来一根吧 有血糕吗 有 四块钱一根 那我现在就两块钱在这儿 妈你看看谁跟你似的 都快四十岁的人了 吃着苹果 扎着外边穿着背带裤 听听听听 好看好看好看 这是一点都不让输了 我想逢一样 只有 小想你 儿子 别老玩手机了 起来活动活动 这两天我玩的眼 你都不好使了 妈我在这儿呢 妈我在这儿呢 还用什么 你还没有暗示成超 请你想象成不捏造